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语文老师张书华 今天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第七单元 这一单元围绕改变 讲述了四篇有趣的童话故事 分别是大象的耳朵 蜘蛛开垫 青蛙卖泥塘和小毛虫 我们可以借助提示讲一讲这些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篇课文 齐读课题 大象的耳朵 相信课前你们一定做了充分的预学 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预学反馈吧 我是通过一读 耳标 三圈 四问的方式来进行预学的 一读 我会读课文 耳标 我标出了十三个字案段 三圈 我圈出这些带有生字的词语 我来当小老师 请你跟我读一读 是的 我说明明明的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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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痛,头痛,瘦,瘦着,借助拼音大家都会读了,这条拼音你还会读吗? 是的,搭了,移,瘦着,竹竿,跳舞,头痛,心烦,扇子, 你们读得非常准确,生字和词语会读了,那你是怎么记住它们的? 搭了和瘦着,这两个词语,我是借助课文插图来学习的, 你们看,大象的耳朵这么大,肯定非常重,所以就搭了下来了, 其他小动物们的耳朵小小的,尖尖的,所以它们就是瘦着的 你们的识字方法非常丰富,老师把这些词语送回句子,你还会读吗? 读一读,想一想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搭了着,有虫子来的话, 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 我来提醒大家,生字中还有两个多因子,扇和试 这是扇子,读四声,扇,当他表示动作,扇风时,读一声,扇 我用主词的方法记住他,是,是的,是,好似,跟我一起读,是的,好似 请你们再看一看课文的开头和结尾,有什么发现? 开头,大象的耳朵像扇子似的搭了着 结尾,大象又说,我还是让耳朵搭了着吧 那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 中间,大象可能让他的耳朵竖起来了 中间,大象到底碰上了哪些小动物,让他把耳朵竖起来了呢? 大象遇到了小兔子,小羊,小鹿,小马,小老鼠 约会友谊,你们还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 大象的耳朵为什么是搭了下来的? 其他小动物们的耳朵为什么是竖着的? 大象为什么先把耳朵竖起来,后来又放下来了?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问题都聚焦在大象想法的改变上 让我们用红线画出大象说的话 说说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 我们找到这些句子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他们都这么说 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 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 我还是让耳朵搭了着吧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大象的耳朵先是搭了着 又竖起来 最后又搭了下来了 这个想法是怎么改变的呢? 请同学们默读二指七自然段 想一想 大象的耳朵一开始搭了着 为什么又要竖起来? 因为小白兔劝大象了 我们找到了小白兔和大象的对话 小兔子说 咦,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搭了下来了? 大象说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小兔子说 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 你的耳朵已经是出毛病了 你从哪儿看出来小兔子在问大象? 我从问好 看出来这是一个问句 语气要上扬 咦,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搭了下来了? 真好 真好 想想小兔子怎么问啊 咦,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搭了下来了? 咦,是我们要学的生字 它是表示惊讶的语气词 你就是小兔子 你就是小兔子 奇怪地问一问 咦,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搭了下来了? 大象是怎么回答的呢? 大象说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我联系上文之道 大象的耳朵就是搭了着的 这样就是搭了着的 你和同桌就是小兔子和大象 分角色读一读吧 咦,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搭了下来了?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你看 我的耳朵是竖着的 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 小兔子劝了大象 大象就改变想法 要让耳朵竖起来了吗? 不是 大象后来又遇到了小羊 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 想象这些小动物又会怎么问 如果你就是大象 现在请听 小羊也说 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是搭了着的呢? 小鹿也说 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是搭了着的呢? 小马也说 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是搭了着的呢? 小老鼠也说 大象啊 你的耳朵怎么是搭了着的呢? 大象啊 这么多小动物 一个接一个地问你 你是怎么想的? 好烦啊 为什么它们都这么说呢? 难道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吗? 真的吗? 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了 为什么别人都跟我不一样啊? 难道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吗? 它自言自语地说 它们都这么说 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啊? 我得让我的耳朵竟然说 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 听了那么多小动物的话 它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叫自言自语? 它轻轻地 怀疑地 自己对自己说 它们都这么说 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啊? 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 原来 它先听了小兔子的疑问 接着又听了一群小动物都问它 才有了这样的改变 这就是大象想法第一次改变的原因 回顾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谁来读一读 大象一开始认为自己的耳朵 生来就是像扇子似的搭了着 遇到了一群小动物 认为自己的耳朵应该竖起来 这里的扇和玉都是要写的生字 你有什么要提示同学们的呢? 扇和玉都是半包围结构的 要注意外面的撇 护和纳都要写的舒展 护要向左让 鱼要向右深 两席大小要区分 我来提醒鱼 先写内再写外 走之要舒展 稳稳拖住里面的鱼 根据小提示 调整你的写字姿势 动笔写一写吧 继续内再写一写 静下 然后再写下 继续内